说到今年的春晚已经开始彩排了 基本的阵容已经出现了 歌唱类节目一般没有太大惊喜 观众还挺期待语言类节目的 今年沈腾和玛丽也出现在了春晚的第二次彩排 还是很多人期待的 关于沈腾和玛丽这对CP 这两年的热度也是越来越高 虽然没有真的在一起 但这也算是CP里面最好的结局了 双方都有家庭 还能借着合作 也不用避嫌什么的 其实有段时间 沈腾和玛丽是避嫌过的 沈腾的老婆那边有点介意 玛丽也在主动疏远 但是只有这两人在一起的时候 才能发挥最大的效果 也能带来最大的收益 资本是最聪明的 所以每次都邀请两人一起 尤其是大萤幕 谁也不会跟资本过不去 所以两人目前的关系 还是挺稳固的 后面的合作也不会少 这么一来就有人好奇 沈腾的老婆到底会不会 介意两人的关系 怎么感觉好久都没听到 沈腾和老婆一起的消息了 尤其是在沈腾去国外看病之后 两人各种传闻就没消停过 但是俩人没有辟谣 也没有什么同框 就有人爆料说两人已经离婚了 只不过为了沈腾的事业考虑 目前是没有公开的状态 关于两人离婚的原因 跟沈腾去日本也有关系 说沈腾当时去日本 根本就不是看病 而是他有一个私生子出生了 所以老婆才没有跟他一起去 两人也是因为这个私生子 才离婚的 他还嫌弃现在老婆 但是小八说句实话 这个瓜是假的 应该是跟另一个男性搞混了 沈腾老婆的性格 瓜仲也知道 要是沈腾真的有私生子 他是一定会闹翻天的 沈腾也是不敢搞出私生子的 他俩也没有离婚 毕竟有俩孩子了 婚姻关系还是挺稳固的 现在沈腾也算是资本圈的了 老婆手里握着财政大权 已经比较满意了 也不太管沈腾的事情了 更不会插手她的合作 对玛丽也没有什么戒心了